各位新老奇空师们大家好 自避难幻想relink发售已经过了快两个礼拜了 其实早在官方出第一个试玩版的时候 就有小伙伴问我 哎呀你怎么不做一个避难幻想的新手视频啊什么的 你相信我肯定当时我就想做的 结果打开这个试玩版一看 官方给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只有十几 当时也没有什么人物天赋 然后还有这个插基因词条 我一看我就知道 这种游戏不花个几十个小时研究研究 根本没办法做视频的 结果一打就打了两百个小时 然后不是ps版先行的 我爆肝两天就通了主线 结果到4号才相模限量的晚上的联机模式 这才领教到了什么叫 世家的服务器 你们知道这主机端有多惨吗 惨到日本首周实体盘只卖掉7万兆 Steam上卖掉120万兆 我过去哪几天大家都在疯狂退盘换Steam版 当然一方面是这个服务器了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游戏还是很浓的 这个实在不行的时候 pc版上还可以冰一下对吧 甚至原版游戏历会看的不爽 我打个梦的改成GBF里面的新历会也是可以的 那不得不说呢 玩这种游戏的时候pc版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只要不在单排的时候碰到一个 所有的攻击都是999万999万的 几下就可以把boss直接秒掉了神仙以外 整个游戏体验还是超过主机端 好了那么说了这么多 今天就把我打了接近200个小时的游戏体验 总结起来 出一期奶妈级的新手入坑视频 不管你是pc版还是主机端一样受用 好了我们进入正片 那么从结论上来说 必然幻想略历可能作为一款共斗类动作类游戏 其实则还是一个刷刷刷为主的 那么一个讲究数值的一个游戏 所有人物在满截了之后 配合中级武器专属因子跟一系列的顶级因子之后 整体输出上其实是差不了多少 后期拉差距的无非就是一些输出上的技巧和手法 当然同一个人物可能有很多个流派 而且不光是考虑输出 这个在后期团队辅助也是非常重要的 单排的时候碰到一两个团队独流的话 真的是可以恶心闹你的 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原因 无非就是大家都不想当辅助对不对 少带两个辅助技能想多点输出对不对 那么经过200个小时的研究发现就有这么一个角色 满足技能输出又是大辅助的要求的 就是这位在GBF里边也是新人之友的 尤达叔叔 尤达叔叔虽然个子很小 人物设计上也不算好看 终极武器竟然还是两把咸鱼 但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万能的角色 角色特性上就是方块方块方块 再达到最后终结级按一下三角之后就可以上一层木 最多上三层木 然后尤达叔叔的技能会随着木的数量增多之后 改变他的一些攻击威力和范围 最主要的是尤达叔叔有个叫百成的 能给全部队友上幻影的 就一段时间一定攻击次数无敌的一个buff 这个技能看似平平 但是其实在中后期简直就是开荒辅助之王 各种对面博斯平时要放团灭技能的时候 你这个技能一放好了 平时过不去了你过去了 这全团无敌往头上一挂 我跟你讲 你就站在博斯技能下面按防御就可以了 但要是实在碰到博斯攻势太猛 队友太浪 你也不用怕 尤达叔叔还有一招叫千转的技能 可以立刻给你上三层木 但如果此时木已经达到上限的话 千转可以清除所有技能这地 配合在通关拿到了尤达叔叔的专用基因 他有个叫做75%不消耗木的这么一个很牛逼的基因 你就相当于有75%的概率 可以两次连开群体无敌 用尤达叔叔那小小的裤装 牢牢的照出那几个只会输出还浪的不行的三个队友 虽然这些深藏公与没人的行为不会计算到你的贡献度里边 但是却可以大幅度提高每一场战斗的稳定性 哪怕你有一天不想玩尤达叔叔 依旧可以把它放在队伍里边 然后卸掉所有的攻击技能之后 只留千转跟幻影 那么AI操作的尤达叔叔也是依旧会不停的给你放无敌的 就是有的时候 这个无敌放的这个时机 非常的奥妙 非常的奇怪 这个没办法 AI就这个样了 然后你要不要担心 因为放弃了技能输出流 尤达叔叔的这个输出好像会变得低的 其实没有 平砍流打个木桩上2000万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输出技能主要靠空空木木 而平砍输出伤害主要吃的就是这个上木攻击 但是上木攻击之间还是要接方块的 方块攻击特别的莫及而且输出很低 但是这个方块攻击在连续放三次木攻击和连续放五次木攻击之后 都会有一个简化 五次之后这个方块攻击就会变成一个很简单的挑剔者 之后就是方块三角方块三角轮回切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你想进入快速的五段这个简化方块的话 就要靠长按三角放出来的反击技 一旦反击成功之后立刻按方块就是五段的那个方块 并且附加一个追击效果 用的好的话可以提高非常多的平砍输出 关键是在打副本的时候这个Boss不是一动不动的 你操作的这个角色能否更快的进入这个最高输出化的状态 成为了最关键的一个东西 而尤达叔叔想要提高上限就得练好这个防反 而且天赋加传的那个霸体效果只有一秒钟 也就是说官方是故意设计成 就是你必须要开好无敌之后再上去放连招 就唯独这一点有点强奸的成分 这是个是尤达叔不太好用的地方 但是团的能力实在是太强 非常适合开荒 哪天不用了就可以丢给电脑队友 一样会给你开全团无敌 属于练了绝对不亏的 那么同样也是练的肯定不亏的 就是这个蓝斯洛特 同样也有无敌 但是不能全团受用 只能他一个人用 除了他真的有个范围冰冻 用起来还是非常爽 除了几个特殊的Boss以外 基本上都可以老老实实给你冻在那里 输出手法上非常的无脑 只要不停地按方块就可以了 就是大目指按的可能有点累 需要一个连发按键 技能上团控的冰牢 跟倍率最高的男十字斩是必带的 附带追击的技能 他的CD过长 这个一定要带技能加速的 否则一分多钟都开不出一次 然后想保密的话就带无敌 不想保密的话随意 像这种武器也没有升满 技能随便搭的人 无脑狂点方块也能打上2200多 顶配充个2600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进阶技巧 同样是一个反击技能 三角可以被判定成精准闪避 天赋里边还有 加精准闪避的判定时间的天赋 平时狂按方块的时候 还可以配合三角不停的移位 这个当中是不打断连招的 再上精准闪避后 加无敌时间的基因 你甚至可以看Boss快出招 围绕他不停地按三角 好像最长无敌可以延长到5秒多钟 有这5秒多钟 人家都在躲技能 你顶着Boss输出 加上人物本身输出爆发力又是很强的 相当适合新手如坑使用的 真不亏是古兰小号 古兰大号这个是 主角那个才是小号 那么用兵这么厉害的 用火的一样牛逼 炎帝除了加攻击加追击的Buff以外 辅助技能可以全体减防减速度 但作为缺点 就少了两个主动技能 因为他人物机制 就是在平砍之后按蓄力 平砍越多蓄力的时间越短 只有在放连携攻击跟技能之后 才能直接快速蓄力 那么按理说 这个人物身上就要带满四个攻击技能 这样子会来回循环蓄力 这样一来就少了辅助 成为了团队独流了 不过好在这个人物有个隐藏技能 就是在放周的一瞬间 按闪避取消之后 技能不会被消耗 但是却可以触发快速蓄力 那么利用这么一个隐藏机制之后 就可以又可以辅助 又可以打出不低的输出了 就是这个隐藏技巧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会修正 而且用起来时候需要多练练 否则容易按错 基因上建议能配几个蓄力加速 最好堆满 输出挡位跟蓝斯托特是一个级别的 但是他拥有游戏当中最高的普攻爆发能力 转游机可以提高蓄力下的移动速度 然后他也有个进阶技巧 在敌人释放攻击的一瞬间 释放蓄力攻击 你会出现一个很短暂的无敌 关键时刻可以用来扛一下BOSS招式 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是必须要练的 也是现在游戏当中唯一一个远程蓄力型 对没错就是重奴书 重奴书不光又有一个麻痹子弹 非常好用可以麻痹敌人 他的伤害又是起高无比 毒烙弹又能让BOSS中毒又能减防20% 屁凉毒的BOSS身上跳跳可以跳几十万点血这个毒 配装其实跟炎蒂其实差不多 蓄力加速必须要有 平时输出的时候除了雷管引爆好了就用 毒弹也差不多好了也用 然后看诊时机放麻痹 其他时候没事就在那边蓄力狙击就可以了 操作上比蓝斯洛特还无脑 我现在看到打得最高的一个2700万 而且这个重奴叔叔你只要不要面死 其实打BOSS跟打木装差不多 一般找好位置之后就是无脑输出 非常的狭义 再加上放大招的攻击范围又特别远 所以特别适合第一个开怪 基本上有重奴叔叔在的话 你再也不用害怕你这个大招面死了 用上重奴叔叔 你每次单排MMP拿到手软不说 配合我前面推荐的那两位 即便是在批凉度下 你卡住你的大插件 不停的按确定在原地跳就行了 偷偷的给你刷上十把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只管干你的活忙你的事情 想刷什么素材就刷什么素材 然后挂机的角色 记得防御技能全部上满 再有就是大家都非常热议的最近的轻奴叔叔卡拉姆 他那个跳起来只用三角键 一下就是200万 轻轻松松可以破4000万的视频 我估计很多人都看过 然后我照他的装备研究了一下发现 轻奴叔叔他这个三角蓄力攻击 他在达到一定的攻击力之后 反而会突破上限 然后在地面只有两段的攻击动作 在天上竟然有八段 一模一样的装备 你用常规打法能打上2000万已经很难了 PC版上那几个神仙更不用提了 什么上亿数出都有的 这个真的不是我这个说程序员什么的 这个会不会真的是敲代码的时候 手里抖错了 那么说到这里 可能大家都已经发现 这个必然幻想relink 好像好用的角色都是男人 都是大老爷们 是的没错 这官方就是不管你有多么喜欢女人 他你最后一定会屈服在男人的强度之下 这个就是怎么说 就是男人的实用性太强了 而且非常好练 这游戏当中的女人们不是不好用 就是每一个他的都有一些缺陷 你知道吧 他就是强迫玩家要克服这些缺陷之后 就能打出非常高的上限了 就拿大家伙都非常喜欢的奶刀来说 相信很多同学们都是一开始就选了 然后练到中后期就换掉了 但其实他的输出上限是要比男人们高的 你看我就带了个8号武器 这个觉醒也不觉醒的 打个木装也能打上2800万 估计极限可以打个超3000 可能这个时候你会想 哎呀好牛逼啊 我也去练一个 结果噼里啪啦对着木装一顿壶 比别人少打几百万 这个角色一模一样的装备 他的输出上下起伏很大 原因就在于他的专有基因 第一个是加一次加一个蝴蝶 这个是很稳定的 但是第二个就非常的不稳定 他只有50%不消耗蝴蝶 然后他有一招泡沫幻影 在蓝刀下威力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一刀就是400万 而大招蓄力斩只能占其次 不过也能打出300多万 就是浪费时间 那么看到这里大家应该抖了 这个奶刀其实是一个技能英雄 在突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技能上限20%给拢出来 然后再来个攻击暴击什么的 就最好不过了 但是我拢不出来实在是不行 然后问题就来了 你想象一下这个木装是个脖子 他终于被你击倒了 赶快上包袱 好上去泡沫幻影 啪啪啪之后发现这个蝴蝶没有消耗 马上再跟蓄力斩 心中默念大剑天下无敌 咔嚓一刀出去 最后刺眼斩收刀 瞬间输出就有800万 就非常的一气呵成 很爽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触发条件只有50% 如果放完泡沫幻影之后 蝴蝶没了怎么办 你这个时候在那边傻乎乎的 这个蓄力吗 就算让你蓄出来的伤害也下去了 而且奶刀这个角色怎么说 你想打得舒服一点的话 有个尤打出处给你全程放无敌的话 稍微会好一点 但主要问题还是处在太脆了 尤其在高难度下 碰到多方位攻击 真的是场面一乱就瞬间就死了 真的逼得你是换各种各样的防御技能 然后一共就这么几个格子 换料那么伤害又打不上去了 就各种男目前看下来除了EU以外 其他几位女同学们 个个都不是省油灯 每个人都有让你男的办法 而且现在为止 巴哈姆器还没刷到 等到全部刷齐了之后 再做一期女爵的研究视频 给大家看看 包你看完之后 回去老老实实用男人